我們講一下 補充就是在 玩弄裡面你怎麼樣加入 比如說網頁上的教材 或雲端運碟上的教材 一樣我按一個加號 那麼我們現在就不是影片 這是網頁 就是用這個 我們先看如果老師的教材 是來自一個網頁 那一樣你只要給他一個網址就可以 所以我來這邊 好,上面都不要打 你就直接存檔就好了 來這裡把網址貼進來 有沒有就可以抓到了 只是網頁就沒有所謂的縮圖 的問題 他就是直接抓 那有些老師剛有發現 某些網站不允許我們在這邊 也就是說因為他覺得 你要看我的網頁 就到我們家的網頁來看 不要把我的網頁開在你們家裡面 所以 他在這邊可能就會出現 另外一個 另開視窗的畫面 那個就沒辦法 因為你要尊重他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如果老師您的資料 是放在雲端硬碟上 可不可以叫進來 也可以 它也是屬於網頁 你就按儲存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後面有一顆看起來好熟心 對不對 嗯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跟 那個Google雲端硬碟授權 所以你要來上面這裡 上面這邊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管理雲端服務 上面這裡 有看到嗎 對 這個地方 帳號這裡 按一下 點進去 你就可以綁定雲端硬碟跟Google日曆 這樣了解了 好 如果你有綁定的話 你來看一下 我點給各位看 按下去 有沒有 直接看看我的雲端硬碟 所以老師你的 Word檔也好 Office文件 或者是像Google文件 PDF 影片 甚至是什麼 MP3 你看 你看我下面有MP3 沒有放 如果你有MP3 可不可以放 也可以 因為雲端硬碟可以預覽的 它通通都可以看 所以影片也可以 不過老師要留意一下 你如果在這裡用雲端硬碟的影片 很抱歉 是不能自己指定起始時間 跟設定題目的 因為它只支援YouTube 跟有一個網站叫Vimeo 這個在國外比較常用 台灣比較少用 好 所以如果你要能夠出題目的那一種 指定時間的 一定要用YouTube上的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我只要點進來 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 這份教材 就加到我們的 玩弄裡面 這樣這就很方便了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是需要 教材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加進來 那如果老師需要的是題目 就是測驗的題目 我們也是從這邊 你看它的下面 有沒有問答題 投票題 投票就是有單選跟副選 那問答題就是 就是回答題目而已 還有一個塗鴉就在這裡 這剛剛不是有一個塗鴉題嗎 你可以自己把題目給它之後 來測驗 所以 雖然 這裡面的題型比較多 OHA沒有資源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用我們 OneNote的模式打開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 即使你沒有用付費的 也沒有關係 你看免費的我們就可以用得很好 因為呢 其實說真的 目前網路上有沒有這種 可以幫我們比較快速整理 YouTube影片的這些服務 有 但是很抱歉 絕大多數都會有某些限制 比如說它會限制你 你可能只能用幾個 對不對 或者某些功能的限制 哪些提醒你不能用 但是在OneNote裡面沒有限制 你這裡面要加多少的 隨便你 你可以加任意的 任意的這些影片進來 都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記得喔 最後再提醒老師一下 有做任何的修改 要怎麼樣 按下發佈 對 你如果改變了 一定要發佈 這樣子你在OHA一端教室 才會看到最新版本 好 那最後我們就是留一點點時間 看看老師對我們今天上課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那個 關到裡面它如果寫Pro 就是要付費的意思 對對對 你看到什麼 好康的要用付費 哪一個 你看到哪一個 測驗那個 那個是要付費 沒錯 就是這個 叫做試卷 不過我覺得還好啦 那個功能 我們不用它也還OK 對對對 你可以找別的地方來代替它 也是可以的 還有沒有 OK嗎 沒有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喔 謝謝老師 好謝謝 那老師 如果你回去之後 有問了什麼問題 除了你可以看我們簡報第一頁 我那個連結 已經幫大家連結好了 下午場次 你就可以直接看我們上個影片 那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這裡也有E-mail 你也可以跟我聯絡 或者老師 你待會要回去之前 你也可以來我這裡 我們可以加Line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上課都有提供售後服務 好嗎 哈哈哈 好不好 能夠解決大家問題 比較重要 嘿 這樣OK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